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继续卯足干劲抓开局的系列报道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也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步驻第十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 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 继续发挥进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开局之年 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谱写出什么样的新篇章 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新挑战呢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伴随着响亮的气底声 今年2月7号 首趟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输往返专列 从昆明王家影西集装箱中心站驶出 这一趟班列搭载了19个冷链集装箱 共借286吨新鲜蔬菜 会在55小时后到达泰国曼谷 在中老铁路的运行基础上 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输往返专列 搭建的冷链物流新通道 将给沿线的人们带来什么新商机呢 在云南一家农产品公司的仓库 工人们正忙着打包 即将发往泰国的新鲜窝笋和白菜 王芳从事农产品外贸出口生意 接近20年 能这样直接出口新鲜蔬菜到泰国 是他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业务 因为我们农产品的讲究的就是一个时效 时效就是我们的生命 王芳告诉记者 以前云南的新鲜蔬菜 要运输到泰国 只能搭乘中老铁路 到老窝后换乘公路运输 算来算去 他们都觉得这个生意不划算 有了全程铁路冷链运输 之前的难题迎刃而解 中老铁路开通一年多来 货运总量超过1600万吨 依覆盖老窝 泰国 缅甸 马来西亚 柬埔寨 越南 孟加拉 新加坡等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货物品类 由开通初期的化肥 百货等十多种 扩展至电子 光服 冷链水果蔬菜等1400多种 黄金线路橙色越来越足 山城重庆 狩猎中欧班列的始发地 2022年 重庆进出口总值达8158.4亿元人民币 创历史新高 这个数字和中欧班列密不可分 从2011年 重庆率先开通第一列中欧班列 十多年间 出口货物从最初单一的电子产品 已经发展到上千种 于新欧开行的线路一有50条 形成了可辐射亚欧大陆近40个国家和地区 100多个节点城市的外贸新格局 我们之前这些要出口的话 需要通过水路再到沿海地区 再通过海运 再运到欧洲 这个耗时是两个多月 有了中欧班列 时间大到缩短了 缩短了多少时间 缩短了15天左右 最近一段时间 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出口新亮点 在成都 通过中欧班列 出口欧洲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 为了更快地运送新能源汽车 记者看到物流企业正忙着制作这样的铁架子 这样一个集装箱可以装四台新能源汽车 比以往多了一倍 已经装了一台 然后准备装第二台进去 如今围绕中欧班列核心站点 在成余经济圈正在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 对外贸易城市群 构建起了以重庆 成都为枢纽 附近的州县为祖货基地的枢纽加网 运行体系 最近各条支线也格外忙碌 去年站一年前它是15天一列 现在它是每三天一列 德阳站 以前来说的话 它是在七天然后才出口一列运输 现在是两天就有一列出口的货物了 随着成余对外贸易朋友圈的不断扩大 铁路加海港 铁路加长江黄金水道 越知越密的支线网络 让这一区域的国际班列和海陆货运体系不断完善 在全球供应链中创造了一条黄金通道 长沙 同样是一座内陆城市 这里正在另辟西径 打造不沿边 不靠海的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位于长沙宇花区的高桥大市场 汇集了上万种商品 从业人员超过了15万人 2020年9月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 高桥大市场成为了自贸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前的两次中非经贸博览会 就把分会厂设置在这个繁华的超级市场里 马克思来自非洲的尼人 最近他专程来到湖南 就是打算采购5万个太阳能光浮版的背包回去 高桥大市场是中非合作的地方 这里的商品很便宜 机梁也好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 帮你很多手续 我很喜欢 非洲客商中情中国制造 高桥大市场的非洲咖啡 却让很多中国咖啡发烧有欲罢不能 高桥大市场里 这家咖啡店面积不大 洋溢着浓浓的非洲文化 老板景建华正在描绘新的发展蓝图 那今年我们整个公司的目标的话呢 是将我们的门店要达到300家到500家门店 开更多的门店意味着需要大量的优质咖啡洞 这天在自贸区管委会的牵线搭桥下 他和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庄园主 通过视频谈上了生意 G2G3G4这个级别的咖啡目前是我们用量最大的 2022年湖南对非贸易再创新高 湖南对非洲进出口556.6亿元增长42.8% 今年开年以来复苏势头强劲 但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张健对中非贸易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除了全等的贸易领域以外 中非合作的新亮点也不断地引现 比方说在这个受制经济 航空航天 清洁农员 新基建等等新型领域 中非合作也在迸发去强劲的活力 湖南这样的内陆省分要扩大开放 畅通的物流大通道必不可少 早在2021年 湖南到非洲的货物 就搭乘上了香月飞铁海连运版列 这意味着湖南这个内陆省分拥有了铁路加海运 加国际端内陆物流的多时连运通道 为湖南乃至中西部出海 提供了更为便捷和经济的全链条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在全国政协委员张健看来 进一步完善国际物流网络 湖南这个内陆省分依然任重道远 加快建设五大国际物流通道和这个货运集结中心 推进我们繁华国际陆港建设 加快融入西部的陆海性通道 从进博会到福茂会 万商云集的会展举阵如何擦亮对外开放金字招牌 进博会的目标和宗旨就是要向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和共享的这样一个平台 用制度创新撬动开放铺利 试验田能否升级成为高产田 这也体现了我们灵港新店区为国家吃制度 测风险探新路这么的一个功能作用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上海 背靠长江水 面向太平洋 开放 创新 包容 使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鲜明的品格 每年的金秋时间 国家会展中心里进博时间如约而至 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博览盛会 进博会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张名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莉莉子涵 很高兴与大家在进博会见面 从人工智能 高端装备 医疗器械 到服饰 彩妆 食品 一系列全球首秀 亚洲首发 中国首展 分至踏来 一个个在进博会上夺目亮相的展品 正在变为可以给参展商带来真金白银的商品 这款来自肯尼亚的牛油果就成功进入了中国市场 中国开放了对肯尼亚牛油果的一个准入的许可 对于当地果能来说也是非常兴奋 他们希望说未来有望达成 成说每年40%的出口量都提供给中国消费者 连续五年 年年如约举办 每年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云集 五届进博会累计一项成交额近3500亿美元 约2000个首发首展商品亮相 世界开放报告2022对此评价 连续五年如期举办进博会 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释放了中国全面扩大开发 加强国际合作的积极信号 展现了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国担当 时针拨回到2018年 正式在首届进博会上 设立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的消息 被公开宣布 国家鼓励支持上海 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 大胆创新探索 为全国累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东海之滨的这片滩图上 一座未来之城正在拔结生长 这里虽然远离市区 但是由于临近机场 港口被称为上海离世界最近的地方 这是一片为国家试制度的饰演田 承担着为制度型开放探新路的使命 在临港芯片区的阳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 络一部觉得集装箱卡车正在进出这道卡口 阳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在全国首推区内企业 不单独设立海关账策的创新监管模式 企业可以直接将仓储库存数据 实时同步到一体化信息平台 方便海关进行实时监管 大大提高了便利度和效率 我们在电脑上只需要动几根手指头 然后把这个流程数据把它录入进去 那么这些信息就都会同步到 海关的一体化信息平台 对于我们的生产的角度上来说 是一种无感的监管 在临港芯片区 无感监管让企业肩负提速 也正在被创新运用于 越来越多的环节和领域 有效推动着货物贸易优化升级 在阳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整体通关时间 有两天大幅缩减至两小时 减少企业50%报关成本 从阳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使命来说 它就是一个试验田 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使命感 一步一步地走好每一次的创新 能够扎实的事业进而进行推广 除了通过制度创新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物流链 临港芯片区还正在成为一片投资自由的热土 2022年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率先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 涵盖九项资本项目改革措施和四项经常项目便利化措施 作为第一家入住临港芯片区的外资银行 这家只办理对工业务的分行虽然规模不大 但由于设立在了临港芯片区 可以更加便利地享受到各项金融开放政策 为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探索更多可能性 我们要做好一个桥接东西的作用 把海外的资源跟我们本地企业做对接 也把本地企业的需求跟海外的一些业务诉求做对接 贸易自由 投资自由 资金自由 运输自由 人员从业自由 信息会计联通在临港芯片区 以五自由一便利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体系基本成型 今年三月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临港芯片区条例 开始实行 这份条例将进一步完善特殊晶体功能区建设的四两八柱 站在上海自贸实验区成立十周年的十字路口 瞄准下一个十年 临港芯片区将如何做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呢 怎么更好地对比要国际上的规则 怎么推进边境后的开放 怎么发挥我们国家在整个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的话语权 这也体现了我们零港芯片区为国家施制度测风险 探新路这么的一个功能作用 通过创新不断撬动开放红利 这样的尝试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 在距离上海1600多公里的辽宁海城 溪柳服装城里每天都是人流如之 这里是我国东北规模最大 起步最早的服装批发市场 尽管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 但国外的红利也是很多小商户们 梦寐以求的蓝海 我们在广交会上接受了很多国外订单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出口权 后来我们谈不拢就放弃了 溪柳服装城里90%以上的商户是个体工商户 并不具备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资质 也就是说 在过去绝大多数溪柳商户 想要出口只能通过代理公司 或者以内销形式卖给中间商 再由中间商转手出口 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大费用 我们没有利润空间了 转机出现了 2020年 便离中小微企业外贸出口的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在溪柳落地 这一新型贸易方式 正是针对专业市场外贸行为 多品种 多批次 小批量的特点 量身定制 支持国内小微企业 甚至家庭作坊的商品 拥有了卖全球的权限 今天这批货是发到韩国的 以前想出口 只能通过其他外贸公司 运到沈阳和大连 现在我用我自己的公司 在本地包裹 这样省了很多中间环节 客户成本也降低了 2022年 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 达42.1万亿元 增长高达7.7% 中国外贸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 与此同时 为了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 新模式 支持外贸稳定发展 2022年9月 商务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工作的函 新设了8个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小商户抱团 卖全球的机会 再度扩为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比拼的不仅仅是货物贸易 一直以来 世界经济呈现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趋势 全球服务也增加值增速 和服务贸易增速 普遍高于工业和货物贸易 首都北京 每年都会迎来一场服务贸易领域的盛会 全球服务贸易最新成果 集中同台亮相 2022年 福贸会共达成各类成果1339个 其中成交项目类513个 投资类175个 首发创新类173个 2022年 我国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5.98万亿元 同比增长12.9% 事实上 从2012年以来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年均增长6.1% 明显高出全球增速 服务贸易已成为发展对外贸易的新引擎 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南京 新春一世就组织经贸代表团赶赴香港 从长江之滨的六朝古都到湘江之岸的东方之珠 这一行共享服务业扩大开放机遇成为了重头戏 服务业扩大开放这样一个新的政策 意味着南京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放宽对外资的准入条件 放低门槛 能更有利于我们跟香港进行这种开放的合作 2022年12月 国务院同意在沈阳市 南京市 杭州市 武汉市 广州市 成都市 等六个城市 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紧随其后 南京就发布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首批六大开放场景 其中包括外商投资便利化 生物医药开放创新 跨境金融服务 国际人才服务 科技创新合作 王磊是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在南京发布的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首批六大开放场景中 允许港澳律师事务所 与南京市组建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 这一条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跟随政府组织的经贸代表团 一起去了香港 希望能够赶上这次的政策红利 去了两家香港著名的律师书所 然后我们就畅聊了一下 未来香港和内地律所的共同发展的问题 大家都非常感兴趣 这次赴香港 王磊顺利和两家香港律师事务所达成联营一项 有利于香港律师到我们这边 到南京来这个职业 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去把我们服务的客户 引荐到香港 这样的话对我们也是一个利好 当然对客户 他们实际上就不用再多找这家律所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南京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 占全市GDP比重达62.2% 服务业对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8.1% 奖励全国人大代表 在他看来随着更多服务业开放新场景的推出 南京将驶入两业融合发展的快车道 对制造业来说 这个必须是把服务业的相关的这个要素 进入以后能够进行公司的一个转型 因为单一的从卖设备转化成解决方案的 一个供应商和服务商 实际上是要提升快速提升自己的 解决服务的一种能力 和整体公司的造学和创新的能力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看到 进博会 服务贸会等国际盛会 构成了中国主动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会展矩阵 一个个自贸试验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钢铁驼队在一带一路上昼夜奔驰连通万里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 世界开放报告2022公开的信息显示 2020年世界开放指数为0.7491 比2019年下降0.02% 比2015年下降1.5% 但是中国的开放指数从2012年的0.7107 提升到了2020年的0.7507 提高了5.6% 成为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不断融入世界 进一步向世界打开机遇共享之门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